先到場的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佩祥是議員 逐一向暖暖區各里推舉出來的模範父親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握手恭賀 隨後參加表揚活動的無黨籍立委參選人王醒之前議員 同樣也向獲得頒獎的受獎人韓宣問候 而唯一出席第一場在七獨區舉辦的模範父親 及好人好事代表表揚活動的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議員 則是英式延誤快馬加鞭趕到立即投入合照以及恭賀的行列 三位角逐立委的人選在七個區的表揚活動中首次同台 向受獎人恭賀也拜票爭取支持兵家必爭 開始散發出些許選舉的競爭位 而在這場表揚活動中最引人瞩目的 還是同時間獲得模範父親的谷明偉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的張海珍 夫妻倆同時獲獎成為原住民之光 讓參加的原住民市議員陳明健同感榮耀 覺得很榮幸 但是其實有很多人其實都比我們優秀 但是謝謝議員推薦我們 然後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孩子或是以後的 就是服飾可以越來越多這樣子 去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父親節前夕暖暖區在暖暖定鄉里民活動中心 舉行112年模範父親祭好人好事代表表揚活動時 包括基隆市長謝國良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市議員林敏勳 聯恩典 陳冠宇 陳明健 以及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佩祥議員 無黨籍立委參選人王醒之前議員 以及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議員 都親自出席參加 恭賀14位分別由暖暖區個裡辦公室 以及原住民推舉出來的模範父親 和12位好人好事代表 市長謝國良特別感謝暖暖區個裡的模範父親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對家庭和社會的表率 感謝各位模範父親們 因為您的辛苦跟辛勞 所以孕育了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家庭 在這邊跟你們線上感恩 你們每一禮都是經理長跟團隊推薦出來 代表禮內表揚我們父親最穩大的一個精神 跟助人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事蹟 我們的好人好事代表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更是特地帶領市議員林敏勳 聯恩典陳冠宇陳明健 以及國民黨立委參選的林沛祥議員 一起在台上感謝受表揚的模範父親 和好人好事代表 能夠獲得模範父親獎 是社會最好的典範 也期待在這個充滿幸福 及榮耀的時刻 向所有的父親表達最深的敬意 每一位受到表揚的方法都不容易 所以我想都拉拔子女長大 也面對人生中的各項困難 好 那都一一的解決 最後我們也感謝我們各里的好人好事代表 你們都是我們基層林里最美麗的公集 燃燒自己奉獻他人 付出無所求的精神 值得我們所有人來學習 在模範父親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家眷等人 陪同下一起合影留戀 提前慶祝父親節 爸爸我愛你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